因為我其實不是一個很怪力亂神的人 有一次我就是全身起雞皮疙瘩 然後有一種 忽然 半天 嗯 晚上晚上睡覺前 然後我有這種 就是眼睛閉起來的時候 就是從高處墜下去的感覺 有點像瑜伽飛震那種感覺 可是我沒有跟任何人講 就是有看到他們真的 蠻可愛的 我都忘記這件事情了 我在旁邊看他講說 愛成賊 要繞圈圈 哈哈哈哈 他不是老師 他在繞圈圈 就是這樣繞圈圈的我就喔 好 男主人好 男主人男主人 胡佳愛成吉匹各大夢過愛成 合體王瞳 重現兩人私下恩愛畫面 我今天是來送祝福給你的 我還問他說 欸這是什麼花 他說玉京香 剛剛在空檔的時候 就查了一下花語 原來是愛的告白 蠻可愛 蠻溫馨的 愛的告白就是愛成的愛 對對對 他在替愛成送的 對對對 戴替愛成送 粉絲真的太暖了 王瞳梁又男 及其女兒方 其虎家愛歌手楊靜宇 5號出席班 敲詞會宮嘉年華 而王瞳上個月底 才和張雲京 把已故昂 埃成神前的作品 帶到馬來西亞的教會演出 因為其實我們12月9號 才剛辦我們演唱會 爸爸媽媽本來是不敢來的 因為他們怕觸景相情 有跟家人碰面嗎 有啊 其實原本 這一趟的旅程 應該是要陪伴家人的 就沒想到剛好 可以跟教會有連結 就想說那太好了 因為愛成其實是很想要在家鄉 就是把他們的生命見證 分享給他們的 就是家鄉的人 我覺得這是很棒 很豐盛 我還是有哭啦 就是我分享的時候 還是有就是 因為一樣要 拔開那個當時的感受 又要跟大家分享 因為可能馬來西亞比較不知道 我們整個心路歷程 所以我有分享 當下接到消息的那個狀態 當下還是覺得蠻痛 我覺得每次的哭 不是在哭那種 自己覺得自己很可憐啊 而是就是 越哭會覺得越感恩就是 還是 我們要好好珍惜身邊的人啊 我覺得 就是把愛成的那個 心願啊 跟他的能力 帶回去他的家鄉 真的看到了他們家人 好像復活一樣 重新得到那份喜樂跟盼望 我覺得是非常很棒的一個新年禮物 而且是新的祝福 因為我其實不是一個很怪力亂神的人 有一次我就是全身起雞皮疙瘩 然後有一種 忽然 白天 嗯 晚上晚上睡覺前 然後我有有一種 就是眼睛閉起來的時候 就是從高出最下去的感覺 有點像瑜伽飛聲那種感覺 可是我沒有跟任何人講 有一次我就是因為要開會 開主食的會 也是跟敗氣樂團有關係 有些同事就是都有夢到 然後就是會感覺他其實有回來 那時候我才知道說 喔 那可能 因為我從來沒有那種感覺 我想說他可能有可能來看看 雖然我們只是大檔主持 可是其實我都有看到 童童跟愛成就是很幸福的 那個私下的一面 有一次主持完 然後愛成就比較像女生 然後童童就來 就比較man 童童對童童就來 就是主持完那個愛吃鬼嘛 我給他驚喜是不是 對給他驚喜 然後那個愛成就 他就 他就以那個童童為中心 在旁邊繞圈圈 就是有看到他們真的 蠻可怕的 我都忘記這件事情了 我在旁邊跟他講說 愛成是怎樣繞圈圈 那是主持完 喔對我給他吃 我的天啊 這不是好適 我還在繞圈圈 就是要繞圈圈 然後我就 喔 好 男主人好 對男主人 男主人 哈哈